他,是僵尸界的老将,他征战多年,打赢了无数场战斗 而他,是僵尸界的新星,他是僵尸王国最耀眼的那个少年 当他们两个相遇时,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? 从来没输过,又便是本年度最佳黑马,国击手僵尸,虽然是新人 但是他能参加最强僵尸,也说明了他的实力 接下来他们要通过三场比赛来决一胜负 他们要打败野兽队、植物队和他们对方 老规矩,三局两胜,到底是橄榄球巨师未免成功 还是国击手僵尸新王登基呢? 让我们拭目以待 首先是第一场 国击手僵尸的形式,应该是没睡醒,想再睡会吧 那么,我们恭喜橄榄球巨师拿下第一 来到了第二场 好家伙,国击手僵尸是要认真了 不愧是黑马,我们看到国击手僵尸领先弹岸球巨师拿下 来到了角色局 国击手僵尸的拳速很快 弹岸球巨师的未免成功吧 就差最后一套 国击手僵尸倒下来 那么恭喜橄榄球巨师未免成功 金路巨师未免成功 您都带託